四名勇于替法轮功辩护的维权律师 日前遭到黑龙江建三江农肯公安局逮捕酷刑 在海内外半个月的强力营救之下负伤归来 然而唐吉田律师竟然被警方威胁要活体取胜 挖坑活埋 对此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 这证揭露了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宅器官暴行确实存在 今天他在对华广播节目上呼吁国际彻查 被中共非法拘留整整15天后 情节建三江黑监狱恶劣活摘暴行 四名国际知名维权律师原本只是为法轮功案件代理人喊话 没想到却亲身经历了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 建三江集中营国家机器的暴力恐怖威胁 竟然警方都可以对律师用这种活摘的威胁 可见的这个事情从中央到地方 是整个国家机器已经很普遍 大家都知道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失踪人口的国家 连律师的权利都受到那么严重的侵害 可以想见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将是多么的危险 朱婉琪指出中共形势诉讼法新规 因国家安全理由被抓的人不需通报家属 外界根本无从探寻中国有多少被失踪人口 以法治教育机构为名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 实则是活摘集中营的黑监狱 还遍布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每个城市 朱婉琪提到中共内斗不止从中央到地方 610系统仍继续某材骇命 连律师都成为迫害对象 呼吁国际彻查活摘真相 像什么法治什么教育中心 这些东西都胡说八道 其实就是一个黑帮的失色形成 没错 我们从中共的内部得到一些很确定的一些消息 就是其实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当中 都有集中营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进行活摘器官 成为器官移植供应库的这样子的处所 法轮功律师团呼吁网民自主被失踪的律师公民声援团 营救行动应该持续扩大 当律师界提出对法轮功问题破题时 也有越来越多中国民众按手应声援法轮功学员 希望这样的人权一举遍地开花 吸引塔台电视成为蒙章轩 台湾台北怎么到